如果对其科夫笔下 那些老实猜想 二十三十四十年后 将是什么情形的知识分子 回答说 四十年后 在俄罗斯将有刑讯 将用铁环来估紧脑门 把人放进胜有硫酸液的浴槽中去 把赤身裸体绑起来的人 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 用气炉子上烧黄的通条 插进肛门去 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 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 喝水 打得血肉模糊 那么不论哪一出其科夫的戏 都不能演到底 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封人院 不光是其科夫笔下的主人公 而且任何一个本世纪初的正常的俄国人 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公党的任何一个党员 能相信能忍受对光明未来的这种诽谤吗 这类事情在阿列科歇米哈伊罗维奇时代 还可以过得去 在彼得大帝时期已经显得是野蛮行为 在比伦时期还可能对十二十个人采用 从叶克杰琳娜时代起就已经绝技 然而在伟大的二十世纪繁荣昌盛 在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设想的社会里 在天上已经有了飞机 已经有了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年代 这类事情却并不是有哪一个坏蛋 也不是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干的 而是由几万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 面对野兽 面对百万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进行的 只有现在闪烁其词的称之为 个人迷信的反族现象的大发作 是害人听闻的吗 也许我们在那些年代 举行普希金的百年纪 伯害扫的上演 其科夫的那些已经得到答案的戏剧 才是可怕的 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 还有人对我们说 这些事不要讲了 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 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 如果跑根问底的探求我国 风袭的实质 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 最好还是去回忆古风炉 炸钢机 挖通的运河 不 运河不要回忆 那就去回忆可雷马的金子吧 不 这也不要 一切都可以回忆 但是要善于回忆 要歌颂 不明白我们 为什么要咒骂宗教裁判 难道除了烧人的火堆 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 不明白农奴制 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 要知道 并没有禁止农民每日去劳动 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祝歌 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冠呢 现今书写出来的和口头的传说 加于1937年的独特性 一般人认为就是捏造罪名和进行刑讯 但这是不对的 不确切的 在不同年代 有几十年内 依照58条进行的侦查 几乎从来也不是查明真相 而只是履行某项不可避免的肮脏手续 把一个不久前自由的 有时是高傲的 永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压弯 把他拖过狭则的管道 管道构建的钩子会撕破他的皮肉 在那里他将透不过气来 这样他就会央求赶快上另一端去 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是群岛的一名县城的土著 而且直接掉进了那一块福地 五文字记载的年代过去的越多 搜集幸存者们分散的见证就越困难 这些见证告诉我们 制造假案在机关成立的早期就开始了 这是为了使人感觉到他们经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动 不然随着敌人的衰落 说不定在哪个倒霉的时刻 机关就会全部消亡 从克萨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 七卡的地位甚至在1919年就已经发生动摇 阅读1918年的报纸时 我偶然碰到了一则 关于破获十人集团可怕阴谋的官方报道 这十个人想 还只是想 把大炮拖到教养院的屋顶上去 瞧瞧 那有多高 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 他们是十个人 其中可能有妇女和少年 不知有多少门炮 这些炮是从哪里搞来的 口径有多大 怎样顺着楼梯推到阁楼上去 怎样的倾斜在屋顶上安放 可别在打炮时滚下去 为什么彼得堡的警察 同二月革命做斗争时 不把重于机枪的东西 拿到屋顶上去 然而这个遇事 1937年社会结构的幻想作品 是大家读过的呀 相信了的呀 显然 日后还会有人向我们证明 1921年的顾米辽夫案件 是一个假案 同一年 梁赞的期卡 制造了关于当地知识界阴谋的 一桩假案 就在那1921年 处决了天然力促建会系统内的 辅尼梅委员会的全体成员 我们对那个时代 俄国学术界的气质和情绪 有足够的了解 狂热病的烟幕 未能挡住我们观察 那个年代的视线 我们大概不用进行考古发掘 也能看清这种案件 有多大价值 1920年11月13日 吉尔任司机在给全俄 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提到 齐卡 常给一些诽谤性的申诉 打开方便之门 多亚连科回忆1921年时说 鲁宾卡的囚犯接待战 四五十张木床 整夜带进一批一批的妇女 谁也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 共同的感觉是 无缘无故的捉人 全监视只有一个人知道 为什么被抓 他是社会革命党人 雅各答的第一个问题是 那么为什么你落到这里来了 意思是自己说吧 帮忙安个罪名吧 关于1930年 良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 人们所讲的也绝对一样 普遍的感觉是 大家都是无缘无故的坐牢 实在找不到罪名 只好指控特夫的姓是假的 虽然姓是再真实不过 仍有特别庭给他扣上了58条石 三年 侦察员不知找什么差好 便问 干什么工作的 计划员 写份说明书来 工厂的计划和他的实现办法 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了什么而被捕 他在说明书中会找出点什么头绪来 从那地方是回不来的 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习惯吗 除了1939年短暂的有意识的倒退动作外 审讯结果把人放出来的事 只能听到极少及个别的传说 而且这个人或许很快又被关进去 或者放出来是为了跟踪监视 这样就造成了另一种传说 机关的工作中是从来不出废品的 那么无罪的人怎么处理呢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出了这样的区别 调查不同于侦察之点是 他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 有无进行侦察的根据 啊 神圣的天真 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 上面交下来的名单 或者最初的嫌疑告密人的报告 甚至一封匿名的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 随后必然认为有罪 给予侦察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 95%是用来磨难 消耗削弱受侦察的人 使得他弹求赶快结束 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在一九一九年 侦察员的主要数法 就已经是 把手枪往上摆 不仅政治罪的侦察 是这样进行 普通罪也如此 在审理燃料总管理局案件时 被告马哈罗夫斯卡亚申诉说 在审问时给他灌了可卡因 公诉人驳斥道 如果他申诉说 他受到粗暴的对待 用枪壁威胁他等 也许这些勉强还可以相信 手枪吓人的放在桌上 有时对准着你 侦察员就不必花力气去臆想你的罪状 而是 说吧 你自己知道 在一九二七年 侦察员哈易金 就是这样要求斯科里普尼科瓦的 在一九二九年 也是这样要求 维特科夫斯级的 四分之一世纪后 也丝毫没有改变 在一九五二年 国家安全部侦察处处长 西瓦科夫对第五次入狱的 斯科里普尼科瓦说 御医给我们的报表上说 你的血压是二百四到一百二 这太低 畜生 我们要叫你升到三百四 让你这条毒蛇断气 看不到轻伤 见不到外伤 见不到骨折 我们只要不让你睡觉 就能办到 如果斯科里普尼科瓦 在通宵审讯后 白天在禁闭室里闭上眼睛 看守就会冲进来大声吼叫 睁开眼睛 不然我就从床上把你拖下来 把你站着捆在墙上 在1921年 夜间审讯是主要的 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 1926年 在鲁宾卡 曾利用裁暖设备 一会儿向监视输进冷空气 一会儿输进臭气 还有必塞式的监视 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 还要继续烘烤 好像诗人克六耶夫曾住过这种监视 贝尔塔 甘达尔也曾住过 1918年 亚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 瓦西里亚历山达罗维奇 卡西亚罗夫叙述说 在这种监视 一直考到身体毛孔 出血为止 从监视孔 看见了这种情况后 就把囚犯放到担架上 抢去签署笔录 黄金时期 曾用过热法 1926年 在格鲁吉亚 曾用烟卷 烧灼受审讯人的手 在梅杰和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 推进脏水池里去 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 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 威胁 暴力 刑讯 就不可避免 而且罪名越来越离奇 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 才能逼出共状 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 那么暴力和刑讯 也从来没有断过 这不光是1937年才有 这是一个常时期的特征 是一般性的现象 所以如今 在前犯人的一些回忆录中 有时读到 刑讯是从1938年春天 得到允许的 这类话令人觉得奇怪 能够制止机关 实行刑讯的那种精神道德上的阻碍 从来也不存在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珠报 红色宝剑和红色恐怖上 公开讨论过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 是否能采用刑讯的问题 借后果来判断 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 虽然不是全面的 关于1938年 确切些应该这样说 如果说在这年以前 每个侦查案件采用刑讯时 都需要办理某种手续 都需要取得许可 那么在193738年 由于非常的形势 允许侦查员根据他们的工作和规定期限的需要 无限制的任意的采用暴力和刑讯 并且被刑讯的种类也不做规定 容许各显其能 在1939年 这种全面广泛的许可被撤销了 重新要求对刑讯办理书面手续 并且可能并不那么方便 但是从战争本期起 和在战后的年代 已经明令规定了一定类别的囚犯 对他们预先允许采用种类广泛的刑讯 列入这里的 有民族主义分子 特别是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 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 既有一个真的或者异想的地下联络网 必须把它整个拽出来 必须从抓来的人的嘴里 搞出全部性命 例如在罗摩阿尔达斯集团中 约有50名立陶宛人 他们在1945年 被控张贴返苏传单 由于当时立陶宛的监狱不足 就把他们送到阿尔汗格尔斯克省 威利斯克附近的劳改营 一些人在那里受到刑讯 另一些人没有经述住 双重的侦查工作制度 结果所有50个人一个不剩的都招认了 过了一段时间 立陶宛来了通知 张贴传单的真正肇事者找到了 而所有这些人都毫不相干 1950年 我在比古学府地解站 遇到过一个乌克兰人 在追查关系和个人的时候 他受到了各种刑讯 包括罚站禁闭式 这种禁闭式 有一根插进来 共一昼夜四小时睡眠时 支撑用的小树棍 在战后 曾对科学院通讯院士 列维纳进行了残酷的折磨 还有 把众口供 清证据 清事实这项发明 归属于1937年 恐怕也不对 它早在20年代 就已经形成了 只有韦辛斯基的精彩学说 是敢在1937年提出来的 然而他当时 仅下达到侦察员和检察长 是为了坚定他们的精神 至于我们这些局外人 又晚了20年才知道 当他在报纸文章的 从属句子和次要段落里 当作一件早已周知的事情 挨骂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原来 在那人们记忆中 阴森恐怖的一年 安德烈·韦辛斯基 在他的一篇 持名于专业界的报告中 根据极端灵活的辩证法的精神 指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 判明绝对真理 而只能判明相对真理 由此 他迈出了2000年来 法学家们所不敢走的一步 那么可见 侦察和审讯所能查明的真相 也不可能是绝对的 而只能是相对的 因此在签署死刑判决时 我们反正永远也不可能 绝对的确信 我们所处决的一定是有罪的人 而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 接近有罪的人 在某种假设上 在一定意义上 有罪的人 也许韦辛斯基本人 当时对这种辩证法安慰的需要 并不下于自己的听众 从检察长席上叫嚷 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疯狗枪毙的时候 他这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 心里明白 被告是无罪的 很可能 他和布哈林那样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 都曾抱有极大的热情 致力于为法庭上的谎言 进行辩证法的修饰 布哈林觉得 如果连个罪名都没有 就死掉 未免太愚蠢 太窝囊 他甚至需要找到自己的罪过 而对于韦辛斯基来说 感到自己是一个逻辑家 总比感到自己是一个 露骨的下流胚子 更愉快些 由此产生了一个最实用的结论 寻找绝对的罪证 无疑的证人是白费时间 至于相对的 近似的有罪证据 侦察员不用罪证也无需证人 不必走出办公室 不仅依靠自己的才智 而且依靠自己的党性感觉 自己的道德力量 既依靠睡足了 吃饱了和不挨打的人的优越性 和自己的性格 下毒手的毅力也能够找到 当然这一套理论 别拉起来